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哈喽 现在是9月4号早上了 我跟你们说 太日混乱了 8点半出发 结果现在都快丢点了 就是取车小分这里才过去 然后我在朋友家等着 这也是他的车库 然后给你们看看 我们现在才4个月有多少东西 这边他们的旅行袋 行李箱书包 还有这么多 都是准备带过去的吃的 哦 旅行袋 天哪 这个full size SUV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给大家看我们的三排座SUV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咯 那我们就正式出发咯 从西雅图一路往东 沿着90号高速 大概驱车9个小时左右 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沿路可以看到各种地貌 尤其是植被的变化 从树木丛生到这种半沙漠化地带 我们路上还遇到了这种小型的龙卷风 大概驱车4小时左右 我们路过了华州第二大城市 斯波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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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和国内口味非常类似的 肯德基水质量危机的全家桶 继续一路向东 我们路过了华州东部的一个州 爱达河 路上遇到了很多的房车 从西雅图去冰川国家公园的话 开车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随着我们离目的地越来越近 我们还途经了一块印第安人保护区 可以看到这样的地方相对比较荒芜 莫大的草原上也就一两栋房屋 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到达了蒙大拿州 蒙大拿州是美国面积第四大的州 它的人口还只有100万出头 但是它拥有着洛基山脉 还有丰富的矿葬资源 被称为Chashier State 财富之州 到达小木屋后天色已晚 我们就赶紧准备吃晚饭咯 今天我们的火锅晚餐 天呐正好有一个荒桌 人间值得系列 哈喽大家 现在是9月4号的上午 其实在这次行程确定之前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场穷游 但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主卧看出去的风景 怎么样是不是还不错 那接下来就让我来带大家 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度假小屋吧 这是我们房子的正面 带大家先绕着它走一圈看看 从这边吧 这边有一个deck 上面有两个野餐桌 其实旁边呢是一片小树林 这房子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好 太多太多 后面呢还有一个吊床 这儿有点背眼啊 我们过来看一眼 这边又是另外一边的patio 特别干净啊 然后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这边一进来是一个很大的玄关 我手也没放 一进来是我们很大的餐桌 风景超级棒 这边是一个主客厅 然后这边是一个走道式的laundry room 洗衣房 这边呢就是昨天被我们堆的一片狼藉的厨房 还有昨天的火锅桌 这边是厨房现在一片混乱的样子 然后楼下有两个queen的客户 就不就不进去拍了 因为已经堆满了东西 然后这边是一个走道厅吧 咱们上楼看一眼 因为我们的房间在楼上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family room 其实分别很棒啊 还放两张沙发床 但是因为没有门 所以睡在这边应该还蛮尴尬的 这边呢就是另外的两个queen bed客位 正对着就是我们的主卧啦 啊 也是同样有点辣 先来看一下 这个主卧真的超大 这里面镜子 这个衣帽间一带很特别奇怪 这是这个房子唯一最奇葩的一个设计了 就是它的这个rack 这个架子打到我们屋顶 这场人根本身手都很难够当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设计啊 然后这呢是一个dress server 正对着床有一面镜子 其实这个不太适合我们中国人的风水 但也无所谓了 这就是一个度假屋 然后 这边是我们很大的主卫 天呐 你看 这儿还有一个很 给大家两个椅子做什么东西 然后这边是我的梳妆台 这个设计真的太棒了 刚刚待会呢就要在这里好好化妆 然后这边就是淋浴的部分 然后这边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 主卧自带的小慧客店 啊 待会我还想去前面的这个湖 还有小亭子 以及在前方有一个马场 你知道路源就是路口的地方 有好几匹马在那边 刚刚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house tour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美式风格的 然后装修特别完善的一个小木屋 非常符合这样的一个度假主题 然后因为这边是靠近冰川国家公园嘛 它也有很多熊啊 麋鹿的那种元素在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其他的活动再见了 嘿嘿我们刚刚采购回来了 然后现在想在这个房子拍一点外拍的照片 因为觉得真的特别漂亮 然后现在光线也不错 哈喽现在是晚上喽 突然也到了晚饭的时间 我们今天决定在室外搞一个简单的烧烤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饼子真的是绝了超级美味 然后这里有三块牛排 两块吧 哇 太给力了同学们了 9月5号上午 我们终于正式出发啦 但是今天运气不是太好 一方面呢 刚入园的时候就碰到了一起车祸 被堵了好几个小时 我来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冰川国家公园 它位于美国门大南州的北部 与加拿大的国境线相连 它有50多条的冰川 所以才得名为冰川国家公园 在Galatia National Park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稀有物种 尤其是各种野生动物 我们首先遇到了大脚山羊 然而有一点想指出的就是 9月份其实已经不算一个很好的 去冰川国家公园的契机 这个时候山脊上的积雪 因为整个夏天比较干燥炎热 已经融化的差不多了 所以景色就没有那么的壮美 我会更加推荐7月份来旅游 哈喽 我们现在到了冰川国家公园的 一个可以野餐的位置 现在我们正在出的后备箱野餐 给大家看看我们有哪些好吃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鸡肉和牛肉 炒鸡腿肉 还有牛排肉 还有乌姜榨菜 可嗽 这边都是山火之后烧焦的木桩 还有烧焦之后留下的残区的树 烧焦之后 哇 考虑了一片比较急的溪流 然后下面都有五彩的石头 有个独木桥 经过了一片沙滩 终于走到谷边了 现在有点正乳 阳光只是在谷面上 就颜色不是很好 远处那一片就特别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天气 因为雾霾的关系 感觉不是太好 现在要走一个大概往返三个小时的trail 然后我们已经在马上就要进森林里面 这个trail名字 虽然这一路遇到动物 尤其是遇到熊的概率不大 想遇到又很害怕 不过我还是带了一个比较 也不算专业吧 就是一个防熊梨当 以前在黄石买的 如果要的话希望有用吧 祝我们好运吧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哈喽 太喘了 在爬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之后 我们终于到达了这个湖 是不是特别漂亮 应该是上面的雪山 看到没有 雪山上面像徒步一样 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很绿的湖 但现在因为有点晚了 觉得光线不是太好 水位有一点上转 如果我有成功上转的话就说明我已经平安到家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期的Vlog 别忘了给我一键三连 还有关注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 Bye